在大唐建立的同时 就今天的西藏的山南地区 松赞干部率领各部 率领他自己的部下 征服了所有的部族 就统一了 建立了清藏高原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政权 吐蕃王朝 那么唐初 唐太宗统一中国以后 贞观十五年 唐太宗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帝王里 可以说排前五 你只要列出中国五个最伟大的帝王 一定有唐太宗 我估计列仨也有唐太宗 那么他就把文成公主 就嫁给了松赞干部 松赞干部有俩媳妇 一个是山那边的尼泊尔的媳妇 一个是山这边的是咱中国媳妇 我们今天如果去布达拉宫看的时候 还能看到文成公主 当年就布达拉宫最初的状态 松赞干部左右 一个是尼泊尔的派来的公主 一个就是我们的文成公主 在当年布达拉宫最初建造的地方 还保留了最原始的痕迹 那么松赞干部呢 这个当年是派特使 专门到西安来迎娶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呢 就一路西行 一路西行 就去了土拨王朝 那么我去年还是前年 我去了一趟福建的普田 普田很有意思 他们跟我说 西藏的 他说文成公主是他们这儿的人 我也听着一愣 我说跟你有啥关系 他说有关系 他说我们这儿人 说我们这儿有证据 我说你有什么证据 他说你看我们都知道西藏话 西藏话大家知道的最多的一句 就这一句 多一句你还不知道 叫吉祥如意 扎西德勒 说这文成公主啊 一路走 一路问 问什么呢 就问这个 说这个 这到哪了呀 这是哪啊 这个翻译呢 不给翻 为什么不给翻呢 怕这个迎接公主的特使呢 这个不高兴 就是这公主 架在那儿也挺高兴的事 只老问这是哪 这是哪 什么意思 所以特使一问 就是说 文成公主 什么说什么了 翻译就说 他祝你们吉祥如意啊 所以一路走 一路问 到哪都问 这是哪啊 翻译就说 祝你们吉祥如意 今天啊 今天 普天话 这是哪里 发音就是扎西德勒 中国的语言 非常的神奇 你们有机会到福建的时候 要听听这个扎西德勒 是什么 怎么发音的 这是一个 这可能是一个笑话了 我们不去追究 那么 西藏啊 西藏在这个 跟唐朝平行的时候 土拨还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这个时间呢 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 那几百年就延续下来了 当时藏传佛教的 萨迦派的 龚嘎兼赞呢 他是这个 萨迦派的第四代祖师 在藏族呢 享有极高的一个声望 当时就被当时的蒙古统治者看中 你知道蒙古 我们都知道 蒙古有非常强大的时期 所以呢 在这个吐蕃与蒙古中央之间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关键的人物 就是这个龚嘎兼赞 那么在南宋末年呢 这个龚嘎兼赞就因扩端的 这个邀请到达了梁州 就是今天的甘肃五围 这个扩端呢 就是沃口台的次子 他们俩就共同商定 这个吐蕃呢 要归为蒙古国的中央政权 于是第二年啊 就是1247年呢 就颁布了萨班制波人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本 从此就奠定了孟元对吐蕃进行行政管理的一个基础 这就算西藏纳入了中央的政权 就纳入了中国版图 那么从元朝开始啊 西藏就开始这个归顺中央管理 一直到现在 西藏这个名字呢 实际上是从清朝才开始的 西呢就是地域了 我们都不用问 它在我们国家的西边 是吧 之前就叫乌斯藏 藏就是藏族 所以西藏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称谓 清藏高原啊 我们今天其实清藏高原的行政区画得非常清楚 哪是青海 哪是西藏非常清楚 但是地域上它就是一块整 就是一块整体 是我们国家最高的一块 乃至世界上最高的一块高原 所以有世界无几之称 那么清藏高原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性有多重要呢 我看美国国家地理做过一个总结 那你看到这儿 你就知道这地方有多重要了 我们两大母亲河 长江黄河呢 都发源于清藏高原 清藏高原呢 的水啊 养育了 养育了 这个地球上三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强的人口 第一就是我们中国 现在有十三亿五千万人口 第二就是印度 印度人口逼近我们 我们加起来二十多个亿 我们世界上现在只有七十亿人口 就靠清藏高原的水来养活我们 世界最高峰也在这里 我们世界无几嘛 喜马拉雅的主峰 珠穆朗玛峰呢 这个过去说是8848 现在经过最新的测定 2005年的测定大概是8844 点43 我也不知道怎么精确到这么高 我都真不知道咱们怎么测的 那么鸭鲁藏布江呢 也是西藏地区最大的江嘛 那么鸭鲁藏布江非常重要的是一条 西藏的界线 是前藏后藏的一个界线 那么这高原的水 养育了中华民族 还养育了印度 你看印度人懒吧 为什么他懒呢 是因为水都往他那流 我们很亏的 流进中国的水是少量的 大部分水都流到印度去了 所以印度恒河年年发大水 你看地理图你就知道 我们的国土 从青藏高原是逐级下降的 而印度呢 成尼泊尔过后就是断崖似的 直接就切下去了 所以下那个水往那边流的更多 西藏呢有大概面积啊 有123万平方公里 占中国大约八分之一 很大的一块国土 如果我们再加上青海 那就非常的大 高原的感受是跟平地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一生 只要身体允许都应该去高原一趟 所以我就想我就得进藏 进藏有四条线 我们告诉你很简单 青藏 从青海走 川藏 从成都走 新藏 从新疆 叶城走 滇藏 从昆明走 云南昆明 那么这四条线里最危险的呢 最长的 海拔最高的 肯定是新疆走 就新藏线 我就选择了川藏 但是很多人劝我 说你这这么大岁数了 干什么去 去就坐飞机 直接飞拉萨 下了飞机 不行了就飞回来 我说那不成 我非得沿途看一看 所以我们就做了充分的准备 从成都开车 开了七天半 在路上 路宿七天 不是十天 七天 第一天去到哪呢 第一天住在丹巴县城 四川的丹巴县城 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大渡河 所以我们在大渡河的铁锁桥上来回走了好几遍 很多人不敢走 走到那推转 我还不怎么推转 我还在那用那个连拍的相机转圈拍了很多照片 第二天住的是卢霍 第三天就到了甘孜县城 到了甘孜县城 再往前走 就真正进了藏了 在进藏前的那个关卡那儿啊 看到一个藏族女孩 过去老说看见一个人惊为天人呢 我看见这个藏族女孩我就觉得惊为天人 那个人长得不可以这么漂亮 漂亮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漂亮的你不太好意思看他 车都开出好远了 我都想让车再开回来 我再看他一眼 你就想这人长得有多么漂亮 人完全是有一种雕塑感 那么第四天我们住在德格 德格有这个印经院 里头都印着经书 那所有经版都经过几百年了 在德格呢 赶上他们这个这个转经啊 很多藏族的男女老少 他们转经 我们也跟着转 我们转几圈腿就软了 人家据说一转几百圈 乃至上千圈 还有的人终身天天在那转 看到那个藏族的妇女啊 带着那个头饰啊 那个漂亮啊 两个色 一个是虎波的那种暖黄色 一个是松石的那种翠蓝色 满头都是 还有天珠啊 就你们梦寐以求的天珠 很多人做各种文章的天珠啊 满头都是 然后追着人家看 追着人家拍 那么第五天就住在昌都 昌都 第六天呢 就是波密 波密县城 第七天呢 林芝 这七天 只有林芝能睡一个好觉 为什么呢 林芝 首先是地势低 大约海拔只有两千米 第二呢 森林茂密 氧气充足 我们经过七天的颠簸 在林芝 每天还喝了点酒 所以睡得特别沉 你如果没有 经常在西藏锻炼的话 你在西藏旅游的时候 第一感觉就睡不时 永远睡不时 就不是这一觉 怎么感觉就没睡着似的 其实你睡着了 你就感觉没睡着 有人还做梦 我是不做梦 第八天下午才到达拉萨 我们去的时候 还是有人有经验 有人有经验 第一个呢 车不能满的满座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人 去这么多人 你开几辆车 万一有一个车出故障 你不好意思扔它 大家都在那等着 有时候一个故障会等几天 所以呢 我们就四加一 只需要四辆车 但开了五辆车 有一辆是空着 跟着 万一谁出了问题 那辆空车就补上了 去的时候呢 是一辆奔驰加四辆丰田 他们照顾我 说我一定要坐奔驰 我说我就坐那丰田就挺好 他们说不不不 你要坐奔驰 你赶紧的 那我就坐在奔驰上 这奔驰开啊 开的多高的时候呢 三千七百米海拔的时候 这奔驰就没了动力了 就呼的一下就空了 空了当时不是怎么回事啊 就听前面 因为都拿着不画机呢 就喊 就说没动力了 说没动力了 说再打火试试 一打又着了 说走 又往前走 又走了二百米 轰的又没动力了 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 只有一个办法 换车 然后我们就下来了 让这车原地掉头 往回开 我们就继续前行 据说这车呢 特高兴的一路 一点都不熄火啊 完全都是动力 直接下山回了成都 回了成都 他知道什么毛病 就是海拔高了 氧气不足 所以这奔驰车就开不了 它里头有一个什么装置 说如果你要想什么 就得改这装置 可那丰田车特皮实 啥事没有 开着丰田前进 我当时跟他们是这么要求的 我说你们啊 就给我安排一个藏国司机 他们说你沟通起来不方便啊 说我们这给你从驾校请的教练 我说驾校的教练 全是中看部中用 在那教学人行 但是上这西藏不行 你就给我找这个西藏的这个同胞 他们呢 对生死的认知 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开车 所以我这个西藏的这个师傅啊 就给我开车 他跟我有时候也聊几句 一般情况下 不怎么说话 开车的一天一天都不怎么说话 我就坐在副座上 我不喜欢坐在后面 我喜欢坐在副座 因为副座可以看到外面 可以看到前面 可以看到侧面 我们有人很恐高的啊 开这个山路的时候 这边是悬崖的时候 很多人往下一看就晕了 就有人说血压立刻就180了 我这不怎么害怕 结果有一天啊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这司机跟我说 说王老师 说刚才很危险 我说有多危险 一个古路在悬崖外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全在车上啊 我说咱不是都已经下来了吗 这就是命啊 那真的就是命 比如我们过了通麦大桥 没多久啊 全国发一条新闻 CCTV新闻发的通麦大桥断了 当场没有任何征兆的时候 光当断了 所有桥上的车一股脑就下去 河里就没了影了 再找着就是多少公里以外了 没有人可以活下来 可我们就是从那通麦大桥 开过来的 通麦大桥很窄 是悬浮的 那个悬锁的 就是这边放行一部分 卡住了 那边放行一部分 来回这么开 据说现在修了新桥了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一年我们走过 我们走过去大概 很短的时间 一两个月 那桥就塌了 反正我们没赶上 所以你到西藏去呢 首先对生命得有一个 一个认知 西藏本身对内地人来说呢 就是一个神话 一个传说嘛 对吧 你像人家那个山峰 叫什么呀 第三女神 是吧 喜马拉雅 珠穆朗玛 听着都不是 都是很富有诗意 但是不是咱自个儿的话 你看咱自个儿的山 泰山 华山 九华山 长白山 是吧 你听着都 一听就知道这山怎么回事 你听着人的那山 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么 我们这一 沿途啊 都是不停地往高走嘛 就是海拔 那我就 当时就想啊 西藏 是我们国家最为 最为神奇的一片国土 高高在上 俯视中国呀 你想想 它那个平地就 三四千 三四千米的海拔 高的地往五千米的海拔 对不对 我们翻过几个山口 都是五千米的海拔 那么你想想 我们在北京市 如果我们在上海市 我们在广州市 这个城市边上 有一个五千米的 一个高峰 平地起来的 你想想 得有多雄伟呀 当年文成公主 真不容易 汉家女孩 肩负民族重任 和亲 古代就这招令 和亲 就是你对我不放心 我把我女儿嫁过去 你就放心了吧 一步一步的 由大唐 这个长安 就现在的西安 向西南走过去 走啊 那是骑着马走啊 虽然我们今天看 说这个 我过去还写过文章 说一路美丽 一路苍茫 一路柔情似水 一路荡气回肠 一路洒下悲心的泪水 一路拽着 实紧实松的马江 那我们今天 还有这种景色吗 我当时就想看到 这种景色啊 一步走四川的那个山路 你真不知道 什么叫蜀造 蜀造南 南云上青天 我们都知道 这是李白最著名的诗了 那个经常是那悬崖峭壁 夹着一江急流啊 你看这时候 觉得这地儿真危险啊 这个到处都是塌方 一到雨季 到处都是塌方 我们去的那段时间 我是5月30号走出发嘛 是最好的时候 据说到了七八月份 几乎就不能走了 那么我们都备有了 车上备有了救急 比如说睡袋 比如说干粮啊 你就要做好几天 你没地儿待的准备 我觉得人生啊 就得有这种经历 比如我去的路上 有两次要路过 这个海拔五千米的这个山口 一次呢 看见杜鹃盛开 我看见杜鹃盛开的时候 我就没有想象 那是五千米的高空 我拿着相机还去照相 还跑了几步 然后一下这气就上不来了 就捣不上来了 当时我还纳闷呢 我说怎么会突然喘不上气来 就是海拔太高 氧气不足 你这个高原这个反应很有意思 它这样 西藏的高原的大约少三分之一 少三分之三十的氧气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您吸三口气 或者吸四口气 有一口气没有氧气 你想你多难受 就是这老是觉得不够使的 你也说不清楚 高原反应呢 还每个人不一样 还跟你的身体好坏 没关系 有人身体非常健壮 比如运动员上去 高原反应非常的重 但有的人呢 反而不是那么很严重 我就属于不是很严重 我从头到尾 没吸过一次氧 我就是这么 那么多天就那么过来了 所以呢 在高原反应的时候呢 我就想啊 就是跑 你跑是肯定不行的 那跑马上就是头重脚轻 然后氧气就跟不上 你走还可以 我从那个 那个拍杜鹃的时候 不是跑了两步吗 那杜鹃花啊 就是咱那个城市那个 我想想城市那个花市啊 那花都不灵 它那个杜鹃都长在悬崖峭壁上盛开啊 尤其在那个六月飞雪 还下着雪 那玩意下雪了 漂亮啊 这时候我在那碰见藏民 很有意思 一个人 卖我这猪串 不这些年流行着呢 卖我一串 鹰骨的 特漂亮 玩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都赠量 把那骨头玩得跟玉石似的 当时跟我开了个多少钱 好像是几千块钱 然后我就说 掏钱赶紧给人家 所有人都觉得我很大 说怎么不砍价 我说这能砍价的 我说不砍价 我说它有价钱 我就买 也没有超出我们的支付能力 我买完了 大概我记得是5000是多少 反正就买了 买完以后他们就埋怨我 就说你怎么能砍下钱来 我说你不懂一个道理 谁在5000米海拔的高原上 给你做生意 你怎么能有机会在这种高原上 跟一个生人做一单生意 这是一个你难得的缘分 你想想你一生中见这么多人 你平时可能买这个买那个 你在晚上又亲又逃来回弄 对吧 跟人家杀戒 见不着面就忘死了杀 对吧 在那个情况下 我觉得人和人相遇本身就是一个缘分 他能有机会卖你一个东西 你就得珍惜这件东西 我一直拿着 后来很多人说那你赢给我吧 我说我不能赢给你 我到今天这块佛珠还在家里挂着 就是一个纪念 你想想你等你回到北京的时候 回到家中 你掏出这个珠串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这个珠串是在 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上 一个藏族同胞卖给我的 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那时候钱根本就变得不重要 我们一路走的时候 最让我感到震惊的 也是我们大家都事先知道的 虔诚者磕长头的 这个行为对于我们常人来看不可思议 我们有一天 汽车拐过一道山梁 刚一拐过去 就大家都喊了 磕长头的 早晨尘尘尾 湿润的空气中 远处两个人 一前一后 非常虔诚的慢悠悠的磕着长头 动作都是要做到位 磕长头一点都不能自个儿糊弄自己 就是多一点都不会迈过去 比如他的手的位置到这 那么他的脚一定在这个位置 在梁下一个长度 那么脉步 合时 举手 匍匐 五体投地 周而复时 一次一次的往前走着 磕长头一天能磕多少里地呢 我告诉你们 磕长头的正常速度 天气好的情况下 路途比较平坦的情况下 每天磕五公里 五公里 你知道磕头这事啊 还真不是藏族人发明了 是咱汉族人发明了 这汉族人最早就会磕头 对不对 跪拜嘛 是中国过去古代社会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 三叩九拜 那么 藏族人学会了这个磕头以后呢 他用在这种拜佛之中呢 就非常的虔诚 磕长头一路磕过去 一定是忘了我的这种境界 我们看到这磕长头的人说 马上就说 你停停停停下来 停下来 我们要上去跟人聊天 就跟他们聊 他们就停在那 我们开始 这个前胸有一块皮革 因为老趴在地上 不磕的时候就摘下来了 然后我们开始跟人家聊 是吧 就说你出来 离家多久了 说出来三个多月了 说要磕哪去 说要磕到拉萨去 说磕多长时间呢 大概要磕一年半 2500公里的路程 每天五公里嘛 早晨就开始磕 晚上就开始 风餐露宿 走到哪 住到哪 只一小帐房 那帐房啊 比这桌子差不多大 就能将将进去一个人 有一块皮子 羊毛皮子往地上一扑 都是湿的 我当时就喊 因为我们人多嘛 好几车人的 我说赶紧喊雨 我说人都过来 因为我们出门 都带着血压剂 血氧剂 疑 就各种人不停地检查身体 为什么 怕出问题 比如你血氧低到 你比如血氧低到 85以下 你就要注意了 你就要吸氧 要不然就会出问题 可能会产生昏迷 对吧 结果 把我们的工作人员叫来 给人量血压 那血压叫标准血压 高压120 低压80 量血氧 人的血氧几乎百分之百 我们自个儿看自个儿 那血氧都不好意思看 其中一个人感冒了 我们就给他点药 他收留了药 我们给他一部分钱 他不要 他这么说的 他留下一百 很有意思 他就把这个钱留下一百块 说我够用了 其他都还给你 他不要 你再给他就赚 对他不敬了 所以我们也就遵守他的原则 我们就从车上拿来方便面给他点 他也是 就是够了 不要很多 他们觉得这一路上 所有遇到的事情 都是他的人生中必须遇到的 比如疾病和苦难 我们不认为 我们遇到疾病和苦难 他第一反应就是 我怎么那么倒霉 我怎么怎么感冒了 我怎么难受 我这不行 就是这种感觉 他没有 他觉得遇到什么 就是什么 给他那个感冒药 他就留了一袋 就是说 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可以吃 因为我觉得他很容易感冒 或什么的 可是人身体真好 笑的时候 一口打呆牙了 这个西藏人这牙太好了 我们小时候的教育 在西藏人面前是不太起作用 我们小时候 怎么早晚要刷牙 怎么牙齿怎么保护 你看这城市人的牙医 都是一口烂牙 要没有这城市的牙医 今天大部分 我们这人的牙都长不好 你看人的白牙 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地方 开篝火晚会 上两个藏族女孩 唱歌 载歌载舞 这一乐啊 你想晚上又没灯月光 篝火 那白牙穿过黑暗 让大家都不好意思张嘴 你看人家那牙怎么长的 我们去一个路过一个寺院 我们去了很多寺院 这些寺院呢 我不大 我跟他们这个 带队的人说 我说我尽量去一些 从来没有人去的 所以我们去 反正去了拐弯 走了很多很 很人间罕至的地方 去了一个寺院正在修 修呢 我们正在那折腾的啊 人家请我们吃点东西啊 然后正在拍照 就听见那边那野地里 有一女孩唱歌 我觉得所有的晚会 都是瞎掰 那才叫天籁之声呢 就是尤其在西藏高原上 一个女孩在那干活 边干边唱的那个声音呢 那种感动人呢 绝对不是任何晚会 可以给你的 我们去的时候呢 有几个西藏女孩在那 唱歌 然后呢 摄像 跑过来就说 给她拍照 给她拍照 让她从唱 女孩就不唱了 那不好意思吧 有个女孩拿着一个天珠 哎呦那天珠啊 按照今天世俗的标准 这叫世俗的标准 西藏人并没有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叫至纯 就是最纯的天珠 漂亮之鸡 买白色 那个藏族女孩拿着 然后大家一攥在手里 第一个人就说错话了 怎么说的呢 一拿着 第一个反应就说 这在北京二环边上 能买一二居使啊 这话多么世俗啊 在人家宗教信仰面前 说这么世俗的话 然后我就瞪着她一眼 旁边那个人说的更世俗 说我觉得能买一三居使 所以我们这些人 经过世俗的训练 是不可以达到宗教的境界的 女孩拿着啊 没好意思说 说你卖给我们 没敢说 觉得再说这话 就等于侮辱对方 女孩一会拿着啊 他们正在修坛城 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 直接就扔进去了 那个坛城就封了 里头各种珠宝 当时我们都看了只愣啊 说这东西直接就封了 那坛城一封 这东西多少年就打不开啊 或者是哪年打开 咱也不知道 你知道在西藏啊 西藏 藏民 很多人的宗教信仰 把他一生中的财富 全部变成财产 捐给寺院 所以你去布达拉宫的时候啊 比如我在布达拉宫的时候 看到那个纯金的坛城啊 用多少吨黄金 我都记不住那数据了 上面全部是宝石 我当时是在这个任务 很希望这个 很希望这个自己 这个在天珠这个认知上 能够前进一步 所以特别注重 对天珠的这个使用方面的观察 我们做了大量的笔记照相 我们发现啊 天珠在西藏的所有 不管是宗教造像中 还是宗教的器物中 他永远不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可见西藏的藏民 对他的认知 没有我们这么世俗